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从几十年的经验和观察 讲美国留学和移民 那我自己呢,是在二十多年前 在大学本科毕业以后 到美国来读研究生的 那我的同学,朋友们 也有很多人是 类似像这样,要么是到美国直接工作的 要么是在 大学中间转学到美国的 或者呢,是到美国来读硕士博士学位 几十年过去,他们的孩子 现在也陆续在美国上大学 另外呢,因为我们律所 接触到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博士后,专业人士,访问学者 等等,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人他自己或者是 孩子的留学经历 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现在也是一个 环境转换的一个 关键时期,比如说 很多人提到现在呢 办理美国绿卡可能比原来更难 因为留学生总数也更多 那毕业以后呢,要找到合适的工作 然后拿到工作签证 等等,可能也都面临着 这方面的挑战 在这里呢,我想讲一下 作为学生,那你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比如说怎样可以更好的 有在美国的留学 事业发展 中国有高考制度,对吧 美国没有,那有的人说呢 这个高考相对来说比较公平 而且是最好的选拔人才的方式 这个公平嘛,可能相对来说还可以 虽然各省呢,也有不同的分数线 不同的题目 但是是否是最有效的方式呢 这个也不一定 我自己呢,算是高考制度的 幸存者,受益者 原来我的高考分数呢 应该也可以在中国 上任何一所大学 任何一个专业 但是呢,经过了几十年 回头来看呢 我觉得高考制度呢 和衡量这个个人的学习能力 将来的这个发展等等 当然有关系,但是呢 并不见得就是十分完美的这个制度啊 那总体来说呢 高考因为有一个教学大纲的限制 不能超纲 所以呢,在罗石壳内做道场啊 那你就是在这内部呢 想办法来出这样的这个题目 所以呢,一定程度上 可能就适合记忆力强 能够有细心这个耐心啊 反复做题,像这样的人 但是呢,可能有的创造力比较强的人 相对来说呢,就不见得会被选中 那同样的呢,美国也有很多考试 我自己呢,也算是考试的受益者啊 在很多考试呢,相对来说 有比较好的分数 但是呢,我们感觉 考试本身没有人喜欢 对吧,这个并不是 选拔人才的最好的方式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擅长考试,当然好啊 如果说你不喜欢中国的高考制度 或者说太多的这样的日常的考试 那么也可以对自己有信心 一样的这个留学,事业发展,移民 也可以有很多机会 另外呢,关于专业啊 这方面呢,也很重要 孩子呢,选择专业 很多时候呢,依靠兴趣 但是呢,个人的兴趣也会变化的 我自己原来学习的是化学专业啊 那我当时也喜欢历史啊 文学啊,等等啊 那至少在那个时候也就了解到 比如说历史啊,中文啊,等等啊 那么就业呢,可能更有限制 化学嘛,稍微好一些 但是作为基础学科 坦率的说呢,你这个本科毕业 其实呢,就业出路也比较窄啊 然后我自己的观察 个人以及孩子的兴趣的 上了大学以后呢,也会有变化 那么一定程度上来说呢 选择的专业比选择上哪一个学校更重要 有的人说到美国留学要上 哎呀,前30名,50名,100名的学校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出路 这个呢,也是有一些夸张 我个人感觉呢,学到比较热门 机会比较多 同时呢,自己也擅长的专业 从这些方面来说啊 就应该都有很好的机会 还有一点 留学生嘛,相对来说 一般还比较年轻 然后他们的父母呢,因为人在中国 有的时候也有一个思维定势 或者说信息减防 了解到的信息有限制 这方面的问题啊 所以呢,有很多自媒体也罢 其他的文章也罢 都是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比较有这个夸张 然后结果呢,就是造成一个 类似这个盲人摸象啊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比如说,哎呀,到美国留学 没有出路啊,或者说,哎,到美国留学 就这个特别好 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了 对吧,这个呢,都是就像说 这大象像一根绳子一样 总之呢,就是过于夸张 或者以偏概全 那总体来说呢 现在中国每年毕业上千万的大学生 我们感觉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看到呢,相对来说 在美国留学毕业以后呢 还是可以有更好的出路 但是呢,您一开始 就该要更早的 有一个规划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比如说,来到美国以后 已经超过十年了 现在美国读了中学 然后又读了大学等等 但是呢,在上学的时候呢 可能一直没有考虑到 说将来的这个出路问题啊 然后总是觉得说 实际还不成熟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那可能有的时候 也是这个信心不足 那接着读学位 而不是进入到社会工作呢 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逃避 那这个呢,早晚也还是需要面对 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总之呢,像我们讲到 我们感觉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叫 思想是最危险的 就是说这个外来的思想 有的时候呢,其实会对个人啊 社会啊,就有更大的变化 比如说一百多年前 那么中国大家普遍可能认为 裹小脚是正常的 留辫子是正常的 对吧,或者一夫多妻是正常的 那么有了这个外来的思想的冲击影响 然后呢,大家才有更多的改变 所以因此嘛,那这个 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思想啊 言论啊,也有更多的限制 是吧,大家也知道 那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像前面提到的 有的这个信息减方 或者呢,有的人一知半解 以偏概全 关于涉及到美国留学 移民等等,也都是这样 水不像这个牛伯伯说的那么浅 也不像小松鼠说的那么深 这一个小马过河 这样一个问题 总体来说,我想再强调一下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和观察 包括我们新卫名律所 几千位来自中国的客户 我们为他们顺利取得 美国签证和移民 绿卡批准这样的经验 我们认为呢,对于 大多数的中国学生 在美国留学 发展工作 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应当说 比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 机会更多 当然了,你需要较早的开始 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认真准备 而不能只是随波逐流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从几十年的亲身经验和观察 来讨论美国留学和移民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刚才试工